我们看到是中国大陆投资公司 就很有意思 就投资中间跟中小企业 以往的中国大陆总组权基金 它的这个叫中投 有1.424兆美金 都是投资很大的 这个欧美很大的企业 但现在呢 就是说它开始投资日本 那日本的话 这个巴菲特就投资日本赚了大钱 它买五大商事 但中投的话 现在是投资中小型的公司 第四点很有意思 它跟中东的知名的投资机构 结合起来 所以现在沙烏地阿拉伯 也看好中国 所以中国跟中东 这个彼此之间将来的结合 那又结合了这个日本 那他们这个 这个中国大陆 也投资日本的高服务业 我觉得这个也是台湾将来 可以着重的这个地方 说明日本的重要性 那也说明中国的话 对日本 就是说虽然中日的激烈的抗争 中国还是投资日本 那么这个也是值得 台湾的企业未来参考的地方 新宗帝